大家好,我們來看趙孟佛每日一致 好,那我們開始來探討比較瘦的左邊 漸漸越來越複雜一點 那我們來先看仁治旁 仁治旁使用的蠻多 我們來看比較簡單的病治 同樣的我們來看一下結構分析 這樣子 假定這是這個正方形 大概屬於正方形的結構 一般仁治旁大概佔 大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左右 要看右邊的情況 那比如說這病治它比較大 大概是也沒有很確定 我剛剛講三分之一弱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這一個 這一個病治它基本上還是仁治 這種分開的情況 但它寫的比較厚一點 注意這裡要這樣帶過來 在這邊再示範一次 它有一個連續動作在這裡面 這個很重要 再起來這個動作 然後右邊當然這連筆就很明顯 然後先兩個塑化 這屬於接近草素的寫法 帶過來這樣子 病的草素寫法 我們再示範一次 人治旁 這樣連續然後點 點過來 重新輕重 帶過來折一下 好 從這邊折帶過來 大概這個樣子 好 沒有時間拿毛筆就多用 這個鉛筆來書寫也是很好的 尤其對於現代人 我們來示範這個字 病 好毛筆呢 沾一點點 一點點覺得好 如果還沒有 沒有時間太久 我都是沾一點點 然後在這邊調 讓筆住這邊也要有水分 不能只有筆尖而已 這種平按是一個很好的整理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 當然首先一開始要有一點 重量的下去 加壓切 我所謂的切就是這個動作 因為有一個切 切這個動作下來 然後帶 剛剛說有翻過來 輕重 先記住這裡 好 我再隨便 這裡 大家如果用 可以用大螢幕看呢 應該很清楚可以看到這些運筆 有機會多用大螢幕看 用手機看可能比較小 好 注意看這一個 用筆的細節 再過來 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的用筆也是很複雜 我把這個字整個放大寫一下 因為這字並沒有很複雜 好放大大家注意看一下 首先呢 這個切的用力 好 這支筆可以寫到這麼大 沒問題 好注意看輕重輕 這個要做出來 好 點 起來 按 代筆出來 重新 好 注意看我剛剛翻的過程 然後再推 折一下 注意看 然後重新壓下去 改五頂 黏 5 20